女字需要做到中宫收紧,中间的口画要小一点 撇点的点画在字的最下方,长横舒展 这个字用到的是撇点 撇点撇和点的长度大致相等,中间的夹角大约为90度 撇画的方向跟上边的撇大致平行 点画在字的最下方,长横要舒展 人是由撇和纳组成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撇的一个写法 首先顿笔,从重到轻,末尾出风 咱们写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从重到轻的一个力度变化 纳画的位置在撇的中间略靠上一点,从轻到重 要带一个纳角,把棱角写出来 这个字就好看了 左右结构的汉字对比左右两边的宽度 左窄又宽,左低又高 所以这个字右边要偏大一些 单人旁的一个书写方法 先写斜撇,在撇的中间写一个垂路数 那么撇和竖的长度基本上相等 短撇,在短撇的末尾接横钩 横钩要写窄一点,否则这个字显得太宽了 竖钩不能连上,横钩 左边的点略直,右边的点略斜 这两边的点稍有不同 口和木这两个字 那么这两个字都用到了同一个笔画 就是横折 所以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横折的两种用法 那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字呢是横长折短 所以是倾斜的 第二个字是横短折长 所以它是垂直的 所以当竖画比较长的时候写直 竖画比较短的时候写斜 那么口这个字它是一个上宽下窄的形状 那么写的时候竖画要倾斜 好,横,顿,折过来 横可以略微出头 下面一个字 顿比,竖,横折 整个字笔要窄 竖画要写长 左边短一些,右边长一些 中间两个短横啊 不能挨着右边的一个竖 需要做到一个多横等距 最后再写下面这一个横 那么会发现这个字是竖出头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个规律啊 当框内有横的时候是横出头 所以我们总结一个规律 当框内没有别的笔画的时候是横出头 当框内有别的笔画的时候是竖出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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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